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行者 有那么一瞬间 李妍在想 这女人是不是耍我 可女人的脸色极为认真 她看李妍不说话 凑到她身边 带着一股酒香 双眼眯着 拍了拍她的肩膀 对 就是你想的那个太岁 太岁 是个女人 李妍有点不敢置信地问道 虞树轻轻笑着 就算很意外 也应该先报自己的名字吧 她叫李妍 酒龙城寨的太岁 连自己手下的拳手都不认识了 一道掩不住风情的声音传来 搭搭的高跟鞋声音 永远极近 这女人穿着素白色的长袖衬衫 踩着一双米黄色的高跟鞋 黑色的九分裤鼻挺修长 休闲的金丝眼镜 活脱脱一副都市丽人的模样 朱迪满面春风地走过来 不着痕迹地挽住李妍的胳膊 脸冲着李妍 逆声问道 我不是让你在看台上等我 怎么到这儿来了 看台上没位置就到这儿了 朱迪姐 你们认识 你老板的老板吗 红鬼没给你介绍过吗 李妍看着那张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年轻脸庞 有些迟疑 这 服役大厦的人都叫我太岁 你也这么叫就行 原来你就是红鬼的星险 我还当是哪个来九龙找乐子的铠子 李妍点了点头 太岁 说着 于树看向朱迪 好久没见了 邓太太 朱迪脸色一致 但还是抢笑着 说道 很久没见 太岁你还是这么亮 不过女人嘛 总要学会打扮自己的 邓太太说的对 我记住了 邓太太 有什么合适的化妆品 记得推荐给我 一定啊 我约了阿爷还有事 先走一步了 于树目送着两人离开 临走前还不忘说一句 慢走啊 邓太太 叫做阿珍的黑燕尾端着一个果盘走了过来 四下也没有忘记李妍 您呢 找妹啊 阿珍吓了一跳 回头才看见于树的脸 他 噓 于树从盘子里抓起成半 送进嘴里 含糊不清地问道 怎么不去招物客啊 在这里送妹啊 哎呀 我这就去啊 阿珍飞快地跑开 于树抬头 看着丽燕和朱迪步入包厢 咀嚼干净嘴里的水果 徐徐摇头 蠢女人 这个混蛋 他一定是故意的 朱迪气呼呼地把手提包丢在沙发上 眼角瞥到低头不语的李燕 用高跟鞋 轻轻处了一下他的裤脚 抛该啊 笑我 李燕的眼睛弯成月牙的模样 他摇了摇头 朱迪姐 虽然咱们认识的时间不长 不过我的确是第一次看到你这么奇迹败坏的模样 朱迪端详了李燕一会儿 忽然问道 你以前有没有见过余说 李燕摇了摇头 某问 在他的想象里 九龙城寨五位执行委员之一的太岁 应当是那种四十岁往上 城府阴沉的老头子 就像何安东的事情之后 红鬼带他见过的那位知安队的司力争 原本对于九龙城寨五位画师大佬 李燕心中早有盘算 可那个马尾急腰小口抿着白酒的年轻女人 多少有点让李燕把不住脉络 他亮不亮哦 李燕一本正经 他是我幕后老板当然亮了 不过比不上朱迪姐你嘛 朱迪没说话 可是嘴角痒了痒 显然还是受用的 他歪着头打量着李燕 越看越是顺眼 红鬼是匹好马 太岁能让红鬼这样的好马死心塌地 我也一样做得到 对了 你记不记 九龙城寨最近来了几朵鲜血 哥哥吼声猛的 你说小周 怕是不止 朱迪冲拳台扬了扬下巴 李燕随意一扫 正看见拳台上刚结束的一场 一鸣脸上疤痕交错的凶恶光头 眼神凝滞地倒在坛上 脖子上伤口向外翻着 鲜血浸透他捂着喉咙的双手 争先恐后地肆意奔涌 鲜血很快染红了整个拳台 对手个子不高 大概一米七左右 带着猙獰的青色恶鬼面去 手中的兵器向下滴着血 他手中握着的是一个烟杆 烟袋锅子外侧有钢刃 两端都是生铁打造 中间则是斑驳的香飞竹 这是 蓝面搜 李燕饶有兴趣地扬了扬嘴角 蓝面搜 是北方戳脚帆子权的独门武蟹 虽然和烟杆子大致无二 却是真真切切地杀人兵刃 朱迪坐在李燕身边 轻声吐到 他拳台上的花名叫五二郎 真名没人知道 真是个怪人 朱迪姐得没有空关注这人呢 难不成朱迪姐想冲她的场 朱迪瞟了李燕一眼 你气味啊 李燕微笑着不说话 有时候让女人多一点想象 也没有什么不好 朱迪摘下眼镜 语气冷淡 称她场子那个 叫何昌宏 我看这个白痴不爽很久了 赌权输赢我就某所谓的 说给她就不行 这五二最近很热 那 阿言 你交个实底给我 我母会怪你的 对上她 你有几成把握 李燕似笑非笑地说道 有朱迪姐不开心 那我一定有十二成把握 让这扑该被人抬下擂台了 朱迪扑斥一笑 捶了一下李燕的胸口 正色道 跟你说正经的 她待会还要打一场 平常打拳的录像带 我这里也有 你看一下 说着 朱迪拿起桌子上落得很高的 录像带最上面的一盘 却被李燕按住了手 李燕的脸贴着朱迪很近 眼神如同海面上漂浮的冰块 朱迪姐 我说有十二成 就一定有十二成 朱迪看着李燕 眨了眨眼 忽然蜻蜓点水似的在李燕脸上清了一下 让李燕为之一愣 朱迪后退了两步 小声的嘀咕 混球 横撩过我 某可能的 李燕有点口干舌燥 胸口忽然一阵灼烫 耳边却忽然响起一个低沉沙哑的声音 古小说高尘路本位置已经报告 请注意接收 现在吗 李燕先是皱了皱眉头 紧接着 瞳孔却一阵收缩 猛地冲到玻璃面前 望向了拳台下面 拳台边上 刚刚摘下青色恶鬼面具 把面容隐藏在斗篷后面的五二郎 漠然抬头 左手捂着胸口 双眼不可置信望向四层包厢 玻璃后面的李燕 挺好的 李燕轻轻对着口型 脸上带笑 他的眼睛里 是一张年轻的过分的稚嫩脸庞 属于那个花名五二郎的少年 静红一片 发动 二人同时一惊 你发现了同行者 另一个包厢里 租得好啊 一个西装笔挺 脸色乖张的年轻人 放声大笑 诺诺 看来还是我称的拳手技高一筹 今晚 要你破会了 对面坐着一个有些泄 YA的中年人 脸色虽然不太好看 但总归没有湿了风度 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还是勉强 笑着说道 身在拳团上的新鞋 还真是巴版 Tony是第六类的老拳手里 类组呼声最高的 谋什么的啊 在雷小子手下 还撑不到二十个回合 还是里何公级有眼光啊 至于死去的Tony 自然不在中年的考虑范围之列 年轻人脸上的笑容 怎么也掩饰不住 他勾了勾手指 一名黑燕尾走了过来 躬身问道 何公级 哪有算给我 就说我请他吃夜宵 偶安 何公级 黑燕尾快步走出包厢 雷叔叔 陈泰有输有赢 没所谓了 重要的是玩得快心 我和昌宏不是小气的人 大力昌行那边 我去跟我老豆说 一定没问题了 中年人文言脸色一震 比起何昌宏这样的公子哥 他的账本自然算得更加明白 一番盘算 不由得心头一血 这五二郎这么厉害 何公级 最近一定赚了不少吧 零花钱而已啊 林某子 最近肯跟五二打的拳手 已经不多了 就算我肯做装 都某人肯跟啊 另一边 包厢的门忽然开了 一名烟饰魅形的女人 嗲着嗓子 走了进来 后面 跟着摘下面具的五二 女人的姿色中等偏上 但身材火辣 衣着暴露 让男人看得喉咙发干 令人惊讶的是 五二的面容十分清秀 如果不是猴杰突出 几乎就让人以为 是个靓丽的女学生 只是 这少年嘴唇薄而狭长 眼中不时有冷光闪过 让人心里发寒 阿妹 你来做妹啊 何昌红两只胳膊 平放在沙发的靠背上 懒洋洋的说道 何少 五二说要亲戚过来 谢何少您的夜消遣 女人眉笑着 五二郎轻轻点头 何少 阿 五二 过来坐 何昌红端起一杯气泡酒 递给少年 打得够亮啊 何昌红满面红光地 夸耀着少年 何少 少年忽然开口 怎么 被人打断 就算是自己捧的拳手 何昌红也有点不高兴 我听说 九龙城寨有个出名的大水猴 Judy 跟何少年不对付 少年的眼中 似有身见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甘 演播 三山静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